嗯,那麼技術呢,踢打摔啊,相對比較全面一些 那麼,黑方運動員,埃及運動員呢,是另外一種風格 更跟俄羅斯啊其他運動員很接近 那麼埃及這兩年的三打水平是很快 呃,尤其這名哈亞克選手啊 他是去年市井散的七十公斤級的銀河選手 應該說實力是非常強勁 對,像埃及這樣的運動員啊,動作更具殺傷性 嗯,哎,主動下台 我們同胞運動員啊,黑方運動員啊 他,黑方運動員第一次騎乘下台後果的服 他反路了,但是長行裁判並沒有交停 我們自己放鬆了,人家第二次發力,他就踢下台了 我們先後倒地,搶回來一分 中國運動員,黑方運動員 黑方運動員,對OK 同胞運動員,現在起高鐵了 帶有殺傷性的推法 我們看,黑方運動員是對無為贏啊 嗯,越南的選手呢,受到我們中國教練的指導哈 應該說這個推法也不錯的 这个埃及选手呢 由于他们的这个 属于欧洲型的这种打法 他的这个选法应该是不错 那么双方教练现在目前都是中国教 该知道 埃及的队呢 是我们中国的陆界名字 该知道埃及队 越南队呢 现在是我们原来老的一年 现在越南队 叫王老师 真的是一批又一批 一带又一带的这个 中国优秀的教练员走到国外去 也是对我们中华武术的推动 起到很大的作用 那么现在黑方域连啊 应该说 已经有一次将对方打下台 这变得底了 他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只要对方再下一次台 不管你说这一局他就不胜了 他还能否再抓住最后的十几秒 将对方踢上来呢 而且在阵线 在 夜光 接到手 夜光的堤 夜光 크�el 下马吹 飞机 am飞机 夜光 看 Quan 第一局比赛 同方以非常威弱的游戏 那么黑方本来是在第一局当中 还是比赛 但在分路上 然后 那我们看看第二局在怎么样 安排自己赞 李老师感觉 这个第一回合 埃及军队的选手 他主要是输在哪里呢 输在分上 那么本来他的得分 前半部分他是领先的 在一个同时一样 我们是一样 都是不错的 并且将对方打下一次的一台 但这些机会在后半程都没有把握好 同方以反复的鞭腿得分 反复的得分 就在分上反抄对方 对方议员在进攻当中 尽量不要失分 心中 做了三百人员 在对抗当中 尽管你有想KO的想法 也想控制对方的想法 但分数 一直应该在哪里想继续的分数 尽管运动员 尽管运动员身体条件不错 拳法也很重 但是你必须要能抓住机会 并不是你每一个很有力量的拳头 都能打到对方的头部 这要是说你要捕捉 很重 很好的战机 好的 他们还又是一拳 非方运动员不要光想去队台 还要脑子里有得分的概念 一点点去累积自己的分数 看 红旺运动员一高边腿踢分队 反倒自己失去了两分 这就是有经验和没有经验运动员的最大区别 我觉得 这个埃及一名选手啊 总是想将对手要么摔倒要么推下队台 而这个越南这名选手呢 其实稳扎稳脑的 使用这个鞭腿来这个得的分 累积下来其实分数就多 所以散打的战术啊是一种猛烈的 呃在表现你的战术意识的时候 你不能直接直接的呈现给对方 我要进攻了 距离很远的时候我就告诉你我要进攻了 我用拳打你了 那么一年马上去缠一块 距离很远就当我要陪你加了一台了 运动员很早就会防范 所以要敲打 要有谋略 要用假动作去迷惑对方 然后再去进攻 这样的话你才能在战术上安排更加合理一些 所以说我们经常说这个散打呢 是力量技术与智慧的结合 狭路相逢勇者胜 勇者相逢一定是智人 对 所以说运动员在场上 要算自己的分数 要自赢自己谋略 我们现在看黑方运动员好的 没有推下列台 但是黑方运动员倒地了 得到一分 但现在黑方运动员过早的把自己的意图暴露得太早了 在一个防守的时候自己又没有把自己的防守防好 所以感觉失分比较多 对 进攻当中在一失分 那么造成了比赛当中自己反的被动 其实从技术上来说呢 这名埃及一运动员啊 他们这个拳法都不错的 摔摔也不错 对 但我们来说这一回合埃及一运打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在很多方法当中还是抢到一些分 在最后这个路面的关键水 还是滚到了一分 我们把他抓住最后的一脑中再摔一下 最后林杰姐姐有失去轮 第2个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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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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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一地来参战